大家好,我是11玉兰,一起来关心11月1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到由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所主办的 2023第六届GCSF全球企业永续论坛 14号到17号在台北的原山大饭店举办 那么花林县政府荣获了永续单项绩效奖项领袖奖 循环经济、社会共融、创新、成长领袖三个奖项 而是永续单项绩效奖获奖最多的县市 而县长许真伟也特别庆祝出席来领奖 财政法人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为了鼓励我国产业界 善进企业社会的责任 迈向企业永续发展 成为来持续举办TCSA台湾企业永续奖评业活动 并且举办企业永续研讨会以及企业永续经营培训班 徐华并且在台北市圆山饭店举行办展典礼 现在徐正伟也前往现场来受证 来肯定 欢迎县政府的用心和努力 举办企业和民间部门也更加重视永续奖 所以得奖的每一个企业客人 几乎都是这个领域的领航者 我要特别感谢大家 这三年是台湾推动永续发展跟静零转型 关键的三年 去年国发会通过了静零转型的路径 也通过了12项关键车列行动 静零转型是要在2050年之前 那气候的变迁必须要把温度控制在1.5度C以内 2023年开始 本会成立台湾企业永续奖执行委员会 并分别颁发四大奖项类别 复离各界执行永续绩合绩效 永续单项绩效奖 并且在2018年开始 连续六届 结合全球企业永续论坛 胜达办理办奖典礼 表扬永续模范企业 将台湾永续成果要饮鼓祭 记得蒋方艳台北深报道